然後像這一種法式文胸的話呢 它是從20世紀開始 從法國那邊流行 大家可以進行看一點 有滾雷絲鞭 就看你喜歡貝殼鞭 還是花鞭 哈囉大家好我是黑男 我是夢夢 我們今天來台南找夢夢 記得跟夢夢見面是在S55 我看你今天這一生就很適合電影派對 我們今天主要是來做 四款法式文胸的開箱 什麼叫做法式呢 源自發 然後它主要就是解放 不要有鋼圈 這意思 就比較自然 對對對 會比較自然 會有一種自然的垂墜 自然的形狀 會比較舒服 你現在有覺得比較舒服 有啊 沒有鋼圈的都很舒服 因為你有鋼圈就會硬硬的 而且它還可以外穿 例如說 你可能去夜店 或者是你可以去海邊 你覺得比較害羞一點點 沒有關係 幫你幫我示範你把它看起來 一個小罩子 前面可拔可不拔 看起來還沒有 就十分的法式當慢 而且它做了很多雷絲的設計 有沒有看到 那如果是一般男生要買一個女生穿 在Size上面 這個是分XS、S、M和L 那這一件呢 價錢是多少 這不是也沒有 那我買的 它叫做綁帶雷絲文胸 那這件很便宜 這件叫150S便宜 很便宜 很便宜對不對 那你今天看你最喜歡哪一件 可能是穿這個的女生 可能膽子要比較大 會嗎 這個還好吧 真的嗎 對 所以它外穿是很OK的 對不對 絕對可以耶 明顯推薦給大家 那我們來第二件 然後像這一種 法式文胸的話呢 它是從20世紀開始 從法國那邊流行 一開始有寫什麼 你知道嗎 不知道 馬甲 所以以前的馬甲就是會勒嘛 會綁嘛 就是讓你的腰可以縮起來 然後讓你的上身脂肪可以挺起來 你的馬甲 然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大家發現 女生的舒適感 還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呢 衍生出這種法式內衣 好我們帶來這一個 它這一個呢 是扇形的 貝殼邊的 蕾絲文胸套裝 它有下身 你可以買一套的 你可以直接這樣子穿 就是單胸出去 這一件也不會到太over 對不對 那大家也看見這件也是蠻不錯的 因為出去玩啊 出去逛街啊 你如果害羞一點了 你還是可以再一個照片 哇 這樣子出去其實就是很OK 蠻好看的 有天使白的感覺 大家注意喔 在穿這一種法式文胸的時候 要提醒你 女性友人 或是你的女朋友 裡面還是要貼一個 放鎖光貼紙 這樣子的話才不會 外面有時候 它做雷絲文比較透 它又比較薄 嗯 發生於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它 是薄的 舒服的 這一件很好看 這一件呢 我看一下獎牌 獎牌 獎牌 而且這件蠻舒服的 你看那件舒服喔 那我們可以讓我們看一下 背面的細節嗎 哇 這個背好看耶 大家你看它很簡單的 兩條的 然後這邊還可以調 然後鬆緊 要讓它緊一點的話 可以再往上拉一點 好謝謝 那我們來下一件 然後大家記得 這一種法式文胸的款式啊 它就三個重點而已 第一個呢 它就是沒有鋼琴 然後第二點呢 它是非常的薄 所以裡面呢 你要貼方軸光貼紙 然後第三點呢 就是它都是 有沒有注意到 雷絲造型 大家看一下 哇這一件呢 它就是混花編的法式文胸 它們型很像 它們型很像 蕾絲設計不一樣 大家往前一小步 大家可以近看一點 有滾蕾絲鞭 你看你喜歡貝殼鞭 還是花編 那這一件的背面呢 是跟剛才那個 那一件有點像 那跟剛才那一件有點像 就是它是這一種 貝殼鞭 然後這個是花編 那我們要來進行 最後一件囉 這是扇形的 很像一個扇子的 那我有學問這邊的女生朋友 真的國外在買的 法式文胸 它是非常的透 因為它很薄很透 所以你防守光貼紙呢 是一定要的 那我們請萌萌 示範最後一款 我們法式 它是扇形的法式美女 法式文胸 給大家看一下 好 喔有耶 這一件背後很特別耶 這一件呢 它是素色扇形 綁帶雷絲文胸 它綁帶後面 有很特別的設計器在後面 它在這邊兩條 兩條上面一條 所以在背面看呢 它還有多一點設計 像這一種背面有設計感的 可以 扎一個馬尾起來 然後你可能也不需要 造紗 這樣就很好看 那下身要怎麼搭 其實牛仔褲 都可以 短褲 謝謝夢夢今天為我們 示範四款 這一種法式文胸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買起來其實都不貴 那它也都會有一整套 那記得一定要支持我們的 夢夢 今年度有什麼計畫 要出學證嗎 一直都會說 電子寫證 可以到我IG看 現實都還都會 好好好 那支持夢夢 謝謝夢夢 今天這一集呢 就提供給大家做參考囉 我是黑男 我是夢夢 我們下次見 拜拜